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人物节目 2003年底 中国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 被联合国认定为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保护成了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 与物质文物的保护一样 中国古琴界对古琴保护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修旧如旧 而另一派主张修旧如新 李祥廷是这场争论中 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听过他古琴演奏的观众 也明显地分为两极 要么非常入迷 要么极力反对 这就是古琴 又被称为七弦琴 古琴一般长三尺六寸五分 这个长度代表一年有365天 它宽约六寸 厚约二寸 琴的表面是弧形的 代表着天 琴的底部是平的 象征着地 作为古代雅乐的典型代表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波奏乐器 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古琴音乐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几千年来 古琴音乐一直在追求一种淡雅优思的风格 这是一首典型的古琴曲 名为欧陆旺基 这首乐曲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它表达了道家天乐的意境 大多数古琴家一直遵循着古琴的传统演奏方法 然而有这么一位琴师演奏的古琴音乐 和传统的乐曲截然不同 它就是李湘亭 对于这样的演奏方法 有的人非常喜欢 古琴有很多东西是充满活力的 有的是非常优远的 宁静的都有 它就像唐氏宋词一样 又有烈白 也有白剧 也有王维 像整个中国诗歌文化 又有曲源 又有陶渊明 你不能说古琴仅仅是陶渊明和王维 这是一种曲解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违背了古琴的传统 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静 这是从季康那时候就说的 季康情妇就说 情信 极静 一个是结 一个是静 所以同时又要 到后期又要讲究淡 就是甜淡 就是到家这种太阴西深 乐曲也要不要太复杂 比较简单 但是它能传达出它那种深意了 那有些琴家演奏的时候 就是追求这样修缥缈的那种淡淡的东西 没有很多人的情感在里面 那以至于就是李祥廷他的演奏 就被人批判就说是脱离了古琴的这种传统 认为古琴演奏者主要是为了修心 是为了个人的修严而弹琴 这个弹琴不是给别人听的 完全是给自己的内心听的 所以他要求这个声音要淡 要轻 这个是普遍的 近代以来普遍的古琴演奏的 一个每一些倾向 关于古琴这种演奏风格的争论存在已久 但外界并不十分关注 直到有一天 李祥廷的古琴演奏吸引了电影导演周晓文的注意 1995年的夏天 投资三千万元的电影《琴颂》开拍了 这是周晓文导演的第十部电影 剧本完成以后 周晓文决定用古琴曲来体现剧中人物的不同情绪 在影片《琴颂》当中 高剑离是燕国的琴师 他曾经是秦始皇儿时的伙伴 在沦为秦国囚徒之后 他予以绝食来寻死 岳阳公主以自己的美和真诚打动了高剑离 使他暂时打消了死的念头 那这部电影的音乐 就以古琴作为主奏乐器 来结构这个音乐了 也就是说 古琴作为另一个主角 在这个电影里出现 当时会演奏古琴的人并不多 要想找到能用古琴来表现剧中各种情绪的琴师就更难了 他们先是在西安找到了一位坐琴的师傅 但这位师傅的回答让周晓文非常失望 最后他们又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古琴演奏家 而他的回答同样令周晓文大失所望 老先生传回来的信息是 这个是糟蹋古琴的 就是说 这么高雅的古琴 怎么能上电影院呢 让周晓文焦虑的是 他们的演奏风格和他所需要的完全不同 无意中找到了李强廷 李强廷刚从法国巡回演出回来当时 然后他听说这个消息以后 他非常高兴 他说我愿意演奏 跟我一交谈 我对古琴的传统的看法 对古琴的艺术的看法 对古琴表现力的看法 和我的录音演奏给他们一听 他们就需要我这种 为什么 因为在秦深中那边 要充满了一种激情 豪情 需要这种艺术 太好了 简直因为他是表现的是一种做爱的场面 他说你这个简直是超过我们的希望和想象 开始告诉我有多少秒 我说你到提前十秒的时候给我个手势 我就好结束 要不然谈长了 他这个电影非常严格的几尺 多长多长的 他是按片子长度来计算 不是时间长度 我说你估计这个长度和时间你给我手势 一般的古琴演奏家 连演奏都不愿意 你还给我打点 我得按照你们的点走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李强廷认为 只要能推广 只要能把古琴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觉得怎么做都可以 停住一会儿 因为我有个雷声 有的时候连谱子都没有 只是大概的给他一个吊试 然后他在上面找一种感觉 这可能只有只要一句 这一句 然后这是继兴的 李强廷他可以发挥 他随便 就你给我一句 让我什么时候听着 我觉得这一句给尽了就行了 那他可以不厌其烦的 给我各种各样的方案 我能让你飞了 就能让你飞了 李强廷总听我睁大眼睛 我是高剑离的女人 那四秒就是我的心房 你是我营业养的 那个屏幕